哈喽大家好,我是果果 今天带来,男主因为打喷嚏 奇迹般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部奇幻短片快进人生 晚上的男主还在加着班 此时的公司也只有他一个人了 男主嘴里还叹着气 这时又有大量的工作交给了他 拿起表格的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再一看表格,竟奇迹般地都填好了 意外的男主拿起别的表格,准备再试一次 又打了一个喷嚏 再一看果然全部都填好了 男主开始用别的东西进行实验 这时候拿起了一个苹果和一只铅笔 一个喷嚏后效果惊人 手里只剩苹果糊和铅笔头了 准备开始嘚瑟的男主拿出音箱 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 还不断地打着喷嚏 就连绿植都不放过 嘚瑟过后疲惫的男主坐在桌前 突然有几滴血滴在了桌子上 这个时候男主流了笔血 又是一声喷嚏 年轻的男主瞬间变成百发苍苍的老头 男主不相信发生的事情 拖着年迈的身体准备走出去 体力不至的他只能选择用爬的了 就快要爬到门外的时候 男主突然倒下了 接着又是一个喷嚏 而此时的男主则只剩下了一堆白骨 电影也到此